蝴蝶蝶 蝴蝶 蝴蝶 大家好,歡迎來到一世代的游泳課 這個單元我們要介紹的是蝶蝶手腳配合加換氣 蝶蝶也稱為海豚式蝶蝶 其基本姿勢是兩手同時滑水 兩腿同時打水的動作 有如蝴蝶展翅般 可說是由蝶蝶分解出來 聯合動作是一次滑手 兩次踢腿,一次抬頭換氣 在介紹正確的動作前 先讓我們來看看幾種同學們常犯的錯誤動作 第一種錯誤行型 雙背或雙腿動作不對稱、不協調 原因是腿第二次打水過早 或手背在前停留過久 會掌握好配合節奏 練習時應加強路上模仿 加深體會 要求手背入水後立即做抓水滑水動作 手背滑至胸腹前 打第二次腿 第二種錯誤行型 滑臂力量不夠 頭部不易抬出水面 呼吸困難 第三種錯誤行型 下肢過於下沉 增加水的阻力 第四種錯誤行型 提壁出水時 挺腹過度 增加水的阻力 或臉部無法抬出水面呼吸 第五種錯誤行型 口訣 1.跌腰滑水 2.跌腰入水 3.挺胸抱水 4.挺腰推水 5.移臂換氣 同學們還記得 跌勇踢腳動作是由哪些動作所組成的嗎 就是雙腿同時 大腿帶動 屈膝壓水 直膝上移 那跌勇滑水動作又是由哪些動作所組成的呢 就是平身入水 前身抓水 胸前滑水 腰間推水 提壁出水 空中滑背 手腳的動作是否順暢的配合 是學習跌勇最常見的問題 經常造成學習者在踢動跌腰術下後 不知何時開始滑水 因此我們在練習時可先練習手腳的搭配 再要求順暢 跌勇的手腳配合練習 我們可從路上站立練習開始 首先 預備動作為雙腳直立 雙手高舉 接著單腳慢慢彎曲 然後向下蹬地 同時雙手沿著身體做出跌勇滑手動作 當手要恢復高舉時 單腳再順勢做蹬地的動作 如此形同在水面上滑一次手兩次跌腰的動作 再來是水中的練習 我們先漂浮於水面上 雙手在前 然後雙腳微彎 手不動 接著雙腳下壓踢水 手順勢滑水 當手出水前移入水時 再順勢做一次跌腰的動作 使其向前漂浮 然後再站起來休息 再重新剛才的步驟 再來講解及示範跌勇的換氣動作 跌勇的換氣動作 跌勇的換氣動作有別於其他泳之 他必須盡量伸展頸部肌肉 來抬頭進行呼吸 並且仍要保持肩膀位於水面 跌勇滑手雙臂平伸入水 臉部沒入水中做短暫的臂氣 並開始進行前身抓水 及胸肩滑水的動作 當雙臂滑過肩膀垂直線時 即利用滑臂衝力迎頭向上 當臉部即將露出水面時 做爆炸式的吐氣 後隨即開始吸氣 吸氣因持續至雙手空中移動結束時 收下二 將頭沒入水中 並開始做雙臂平伸 在了解了手腳配合與換氣的動作要領後 接下來我們要介紹幾種練習的方式 第一種 第一種 陸上模仿練習 兩腳前後開立 上體前傾 模仿蝶蝶兩臂轉肩 移臂和滑水動作 二 同上練習 並配合呼吸 呼吸的練習是將手向前伸直 並開始滑水 當雙臂移至肩部位時 由鼻汗口吐氣 一面抬起臉部 然後在滑水後半時 將下二完全突出 並瞬間吸氣 接著將雙手移回前方 一面將下二收至原有位置 然後將雙手入水 這時下二要在雙手尚未完全入水池 恢復於原位置才行 第二種水中練習 一 做同路上練習的內容 先原地做 然後走動作 要求體會滑水路線 與滑水對身體的推動作用 以及手臂與呼吸配合時機 二 兩腳蹬池底 兩臂向後滑水 使身體向前要起吸氣 低頭入水閉氣 手臂前移入水吐氣時 收腿站起 反覆進行練習 就像海豚般一下一下的前進 我們的蝶泳腿部動作就介紹到這邊 在結束之前 我們再回顧一下今天的課程 有蝶泳手腳配合的五個口訣 蝶腰滑水 蝶腰入水 挺胸抱水 蝶腰推水 一臂換氣 有適合在路上做的路上模擬動作 有適合在水中做的水中練習 今天的蝶泳手腳配合加換氣動作 我們就介紹到這邊 謝謝各位 謝謝各位